机器启动全速后,我们将这个按钮打到自动位置。 那么这个机器,它的较续程序就已经运行。 首先进行的是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 然后你看 它在按照我们设定的程序再走 这个时候是密封爬的打开了 进入到密封阶段 进入到密封和水封阶段 水封阶段完成之后 水封已经这个时候就种下出水了 就是这个水封水已经出来了 就证明这个转骨里面充满了水 现在时间到了停下来了之后 然后它就会进入到打开净尿泵 打开净尿泵打开 然后进行净尿 这个进入到分离阶段 目前我们视频的这个分离阶段 是一分钟 你可以视频上四五分钟 二十分钟 这个根据你无料的情况来进行 到了这个时间之后 机器会进行排渣 马上到了 到了这个一分钟之后 机器会进行排渣程序 还有五秒钟 还有五秒钟 马上就要排渣了 这个时候机器就进入到排渣程序 排渣完了之后 进入到停留时间 大概五十秒钟的时间 让它把水分离完了之后 然后整个在循环进行分离 进入到排渣程序 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细节二十秒钟 然后再加上到排渣程序 然后再加上浪程序 的时候可以远到排渣程序